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价突然爆上1320美元以上 你觉得他这次好像辣在日本 是否因为日美的军演还是射关岛 怕中国制裁 其实不是这样说 昨晚是七尺 他半条桥出来 希望令大家有机会商业 大家要知道 自从他之前说到他会射四枚导弹去关岛 除了令到关岛的旅游爆灯外 酒店的设计率是真外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余波 但很多人会知道 自从他们习惯隔空开炮后 很多人都会看 美国当做了某些动作 加重制裁 也会跟南韩做军演 到今个月的月尾 虽然今次的军演缩了规模 但北韩一直都要回应 但究竟你会怎样回应 本来大家都预计上周六 他射了三个导弹 有两个可以 有一个不行 今次这枝很混乱 但上一次射 都是想着放下烟花下下来 但他昨天再射 我觉得他真的挺足够 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 虽然我们常听美国的演习有多大规模 或者有多少针对性的演习 例如斩首行动 甚至如何再一时间攻击核设施 或者如何减少首尔的伤亡 这些全部都有演练 但大家也知道 既然在演练 会攻击你的东西 正常来说 本来都预计他未必会直接射一些比较远程的导弹 令到你今次不用演习 即是你不需要拿个模拟的导弹 代表北韩那边射了什么导弹 而他直接射给你试试 其实是一件不太明智的事 因为大家要知道 既然北韩不断攻击 也认为为何你还在我门口做演习 你是否以演习之名 原来真的想攻击我为实 如果是这样 更加不应该被藉口北韩 美国或南韩入侵或先法制人 但他今次这样做 所以会有些诧异 而是另一件事 所以西方社会也要这样说 大家将金正恩的智商看得太低 每个人一看到他的样子 便觉得他极权 或是觉得他没有了解 但事实上大家应该会见到 他这么久所有他的所谓大臣 个个掠完之后再杀他的亲大佬 然后他多有计算方法 去令到要挟美国 现在美国佬都未必掌握得到 究竟是否有核弹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核弹未形化 这些东西可以因为这样的空 而令到美国改变战略 而现在大家也知道北韩想做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今次这件事 大家可以看看究竟美国的决心有多高 北韩又会怎样呢 其实你说到金正恩射导弹的决心 其实最近我们也知道他之前要挟 要射导弹去关岛 令到联合国安理会都无反对通过制裁他 中国亦都宣布一个历尼最大制裁北韩的措施实现 其实现在他都真的伤到入肉 往后那些所谓导弹试射演练 会否更加是无忌但更加张狂 下一个目标会在哪里 应该要这样说 其实大家应该要知道 现在一定有很多外交的动作 本来想知道美国是否真的会打 或是否北韩那边究竟是否真的有核 其实是需要有很多其他外交途径 因为可以帮你找到这些资料 另外也需要说 未来大家应该知道 其实南黄总统也会访问俄罗斯 是否代表了大家已经有过一致的共识 因为大家要知道 难道大陆也有帮手制裁 俄罗斯又做不做得到呢 如果可以的话才有充分准备迎接第二次航空战 我觉得在这段期间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动作 我相信这麽迈的时间内 看到今晚又再射多次导弹 我觉得很有机会是北韩先攻击你先 不过有一点我亦要强调 大家很关心这件事 我们的角度看市场 虽然昨天的金星上到1320多元 是否代表了所谓避险情绪导致要升 坦白说我不是很同意 为何呢 因为北韩四周这么久的导弹 有谁真的令金升过呢 昨天有这个动作是否有代表它的影响呢 我不敢说不是 但我亦都不觉得全部是 所以大家有一件事 就是金如果这样走法 亦都很短暂 会有机会下跌 留下金市策略慢慢说 大家留意 另外日元走势都可以看护市策略 说完导弹 我们看看一些企业的消息 苹果iPhone8 会在9月12日发布 这是十周年纪念版本 你觉得纪念版本 会有新的科技突破 还是纪念版本 Steve Jobs出了水印 基本上很早已闻到梨梯响 大家都预计了有这样的发生 但问题是他究竟有多少惊喜 过去没有什么惊喜 其实有时候 你又可以想到 Steve Jobs也想到死 你想想你还可以有什么大突破 应该是说他没有突破 都可以做什么突破 省老质 这才是大家要救命的地方 最近美国股市仍然希望有新的刺激 而拉上去 我相信今次苹果是想借一些借口再找 但大家也要知道一个问题 这段期间已经开始 两个星期后会有个发布会 也会知道 会否在事前给到一些惊喜 苹果股价很需要一些真正正面的力量 而给到真实答案而拉高股价 例如大家知道 今次无论出来的卖不卖得也好 可能还要等几个月 但相信由于上一代卖到钱 卖的量很高 甚至一次出一亿 今次只要有楼梯响 他会走 但我要强调一点 大家如果继续捧苹果股价 自己也要回望一下 之前神经出电话后股价会怎样 也会否有什么反效果 是否出电话时都拿着相机便想 大家要知道很多准备 台湾那边很多厂已经开始做 也会知道量有多大 这些消息应该就开始酝酿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炒 我不想立即说他不好 一定会炒一阵 但这一阵可以炒多久 还有会不会再有下一阵 我是很怀疑的 因为由SipDrop死后 大家都知道 大家预计苹果下一个是iTV和iWash 但事实上 iTV和iWash 看不到可以做到新世代出来 而且也看不到 现在的腹黑可以比美到 苹果是一种破坏症丧生的东西 苹果是一家很赚钱的公司 也有很大的客户量 也有忠诚度很高 但事实上你会看到 如果要他再继续突破 是有一定难度的 除了抢科技之外 大家可以留意 最新的苹果手机 将为市场最贵 可能定价达到1200美元 一部一部 你买了吗? 对不起 1200美元 他现在这样说出来 你在香港买起码要三皮 我不是骗你 我想说你上一个电话 够数百元 你在香港有哪个卖 苹果是便宜过8000人 好 说完苹果 我们又说另一间公司 Uber Uber即将有消息传 就是他会聘请Expedia的首席执行官 他的名字我真的不懂得读 提名他为Uber的首席执行官 这位人兄将会接管Uber的人兄 他是一个反对特朗普的坚实人士 我想问一下 特朗普现在白宫里面 或者国会那边都搞不定 跟商界又好像不太好 因为他的咨询团队 每个人都跳船 现在那些所谓巨头企业的 一些执行人士 又是他的反对者 怎样搞 首先我想说 Uber的问题 大家应该想想 Uber去到现在 他的技术或概念很容易复制 所以要他再有新突破 不要难为CEO 他有何办法再改变 但这次可以让大家知道 其实现在特朗普团队里面 的确是遇到很大的问题 他已经开始有六亲不敬的感觉 包括了一些过往团队 甚至乎现在看到 他差不多全部要用军方的人 已经没有外界和以往营商的老朋友 愿意站出来支持他 商界关系好 可以带来一些优势 现在商家佬也不太差他那一套 因为大家要知道 事实上似乎他的确有很多制蚤 大家也看到近期白人事件 或者一些风暴的袭击 甚至乎现在白工装修员的 所谓和新闻媒体的一些关系 似乎是没有大改善得到 我想大家应该要知道 昨天也有说 国债的考验 会否考验到他所谓经济权队 所谓危急措施的一些应变方法 未来他的税改是否真的可以成功 这几样东西都会比较关注 你觉得税改这方面 帮不帮到明升提升 暂时应该可以少少 我想我们要这样说 始终不是美国人 我们想不到美国人想的东西 但起码会知道 税改在股市上应该会受欢迎 因为他能改善的 要是调低应该不会调高 所以应该会有一定的帮助 而且大家知道 所谓金九、银十 未来是否股市会有很好的持续上升期 刚才经过苹果和刚才所谓 都可以值得大家期待 当然不要期待美金升 期待美股升应该还可以 我记得Otto几天前 上星期说过一个几分钟的比特币特辑 你觉得比特币始终是玩具 最近有个央行行长跟你唱相同调子 墨西哥央行长表示 比特币只不过是商品 而不是货币 其实比特币现在是4371美元 好像仍然很强势 究竟现在人们想玩比特币 以墨西哥央行的问题突显了一件事 墨西哥除了女人名外 大家应该知道 所谓贩毒的问题会相当严重 而经常强调 今年比特币最突显的功能是走私 以及给送金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对墨西哥行长所说的事情 值得大家关注 是否代表现在比特币在墨西哥相当泛滥 而导致他要出来告诉大家 我不当他是合法货币 你不要想在我的银行体系给你过 可能是这样的讯号 大家要留意一下比特币的走势 那些犯罪交易可能又要收回美金 看看今天有什么数据或消息 大家值得留意 其实今天凌晨1时 英国和欧盟启动了第三轮脱欧的谈判 另外今天稍后 德国会有9月的消费信心指数 英国会有8月的房价指数 美国今晚会公布一个8月份的消费信心指数 记得礼拜后有什么重要数据 是失业率 大家记得留意消息 究竟会不会对市场有什么影响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下午交易日再和大家见面 谢谢收看 拜拜 拜拜